我觉得比尔波特他真的是功德无量 因为他发现了这群人 其实就是在告诉世界 中国一直是有精神的 中国人并不是外面人所传的那样物质主义 而物质主义也是最新进发生的事情 是因为中国穷了太久 大家想赶上世界 在追赶过程中进行的一段物质的追求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必然 但是中国呢 古代的传统文人的传统 我们说到了刚才的竹林七贤 陶渊明苏东坡等等 所留给的我们的文化遗产 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 这些隐世这样的追求 这样的舍得放得下 而且这样的开心 这样的修为 让我既羡慕又惭愧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 我会思考 思考很多 思考多于修行 同时呢 我觉得我也不可能 完全地离开一种物质主义的追求 比如说喜欢泡澡 喜欢生活在有空调的房间里 喜欢出门 有车 喜欢喝巴黎矿泉水 他们的那种无欲无求 真的是现代人要学习的地方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放下舒适的生活 修行的过程 就是要放下 有点核心